三倍券振兴措施民众花得好开心 店家也不无小补 不过从5月中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内需市场受到重挫 零售业及餐饮业一片惨淡 年减13.3%以及39.9% 创下22年来最大跌幅 外界振兴声音在起 传出政院官员认为 如果要发最多就是1000换5000的五倍券 因为再上去就要再增加预算了 这个所谓振兴券的发放呢 有五倍券有六倍券甚至有十倍券 我们希望未来振兴券要发放的时候呢 是可以解决 因为上一波非常严峻的这个疫情下面呢 受到影响的这些行业 政院因应疫情在六月将特别预算上限 提高到8400亿 但目前的纾困1.0到4.0 已经用掉大约6800亿 剩下1600亿 但以五倍券来说 就要再花掉1100亿 如果要提高预算 发出六倍券 就得有至少1650亿的预算 第二越快越好 越简单越好 第三个要全面的花 这些小商家或者服务 他期待救济的部分 我觉得先把这1600亿 做振兴券 振兴相关的消费 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评计 不管是五倍券 六倍券 目前都还在讨论阶段 但随着疫情平缓 全国解封 规划的脚步也要加快 才不会让急需收入的店家 越等心越冷